5月30号,中国足协公布新一期国足集训名单,北京国安球员李可在列,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首位规划国脚。 李可原名尼可·颜纳里斯,出身于阿森纳清训,是一位中后场多面手。 这位26岁的球员有一半中国血统,他的母亲是中国人,父亲是塞浦路斯人,此前效力于英冠俱乐部布伦特福德。 3月30号中超第三轮,国安以客队身份出战北京得比,李可批划登场,成为中超联赛的规划第一人。 4月14号中超第五轮,北京国安2比1战胜河南建业的比赛中,李可打入联赛首球,这也是中国首批规划球员入籍后的第一例进球。 出战三场便斩获国安生涯首例入球的李可,在中超赛场上逐渐找到自己的节奏。 1月31号中超联赛开始前,北京国安官宣侯永勇及李可加盟球队,他们的国籍均显示为中国,这也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规划球员的尝试。 2.0 感谢观看